夫人搭乘電伏梯 結果沒有踩穩跌倒 後方另外兩名乘客 被夫人給撞上受傷 只是沒想到夫人 最後被判必須要賠償 事後要在台北市 捷運南港展覽館站 夫人當時因為沒有站穩 整個人跌了下去 撞上後方兩名女子 導致這兩人受傷 事後解放認為 夫人應該注意 車站內宣導的 緊握扶手站穩踏街 但因為疏忽沒有注意 一過失傷害罪起訴 林姓夫人 林姓夫人變成是 手扶梯的速度和扶手不一樣 扶手比較慢才會讓他一時抓不穩 向後倒 當下立刻向後方的人說對不起 不過法官看見監視器畫面 認為夫人並沒有緊握扶手 而是右前手臂放在扶手上 右邊上半身靠在扶手 右手偷住右臉頰和下巴 當時有不少乘客 正在搭電伏梯 加上電伏梯並沒有明顯的異狀 林姓夫人沒有緊握扶手 和兩個人受傷有因果關係 考量夫人不認罪 對於賠償金額也沒有共識 因此過失傷害罪 判處林姓夫人 記憶50天可以一顆罰金